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2点40分 涨29点 最多涨了67点 29点不多 可是今天高价股 平盖股 面板股又全部大涨 韩恩股今天也不错 可是市场资金都在电子股身上 有高达76%的资金在电子股 所谓主流还是电子股 台湾人还是喜欢买电子 其他传统产业重许有行情 大家意愿比较低 那其实也不要这样想 只要是好公司股价在底部的 都是好的投资机会 11月的行情涨了1200点 太快了 11月的行情台北股市涨了1200点 12月才刚开始一个多礼拜而已 又涨了600多点 好快的行情 这一波已经涨了1900点 用%来算的话将近16% 虽然表现也不错 不要自满 因为美国股市涨的变化还凶 美国股市虽然昨天 道琼涨104点 纳斯达克涨0.5% 费成报道题涨0.3% 可是都继续在创历史新高 都继续在创历史新高 你知道费成报道题涨幅已经26%了 我们还输人家10% 10%就1400点 10%就1400点 所以台北股市还有加油的空间 南韩股市间大涨了2% 日本涨350点 香港涨222点 你知道南韩的涨幅也21%了 虽然台北国市还有加油的空间 要加油啦 千万不要退缩 行情来的时候 钱来的时候 你不要散啦 钱要送你 你散开就没有啦 对不对 你要敞开双手 迎接行情的到来 那当然 不要一直去追高 我跟大家讲过 12月的行情 高的会下来 低的会上去 所以买底部就好 不要再去追高很危险 行情一直在轮动 很多底部刚要起来的 你买底部你就会赚大钱 不需要追高去承担风险 今天台北股市涨的比较少 原因在哪里 今天虽然涨29点 成交量也3000亿的成交量 今天台积电弱势 跌了4块钱 占指数又跌掉了40点 联电今天也弱势 联电间跌了快3% 联电间跌了1.9% 那这两家公司一跌 指数都压住了嘛 对不对 指数都压住了嘛 台积电占了34点 联电占指数也占了4点 所以两家公司加起来 就跌了40点去了 那这样是好事啊 走太快不好 走太快 电动麻烦 速度让它慢下来 时间拉长 类股之间一直轮动一直轮动一直轮动 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有更多的选择 能够赚更多钱 所以我也希望行情 不要去那快 脚薄斑垃 不要像11月份涨得那么快 尤其指标在高档 所以操作上涨高的股票 爱税利 不要一直去追高 你看今天记忆体股就变得比较弱了 对不对 联电台积电一转弱之后 今天记忆体股的部分 世界先进日月光 南亚科虽然涨 可是涨势都慢下来了 你看他们营收部分 南亚科的营收 也没有预期中来得那么好 已经连掉两个月了 华邦店营收 也往下掉了 11月营收也掉了啦 也是掉两个月 高峰都在9月份 那华东营收 当然就更难看了嘛 对不对 旺宏的营收也掉很快 从46亿掉到剩30亿 所以记忆体股开始进淡季了 开始进淡季 你有不要去堆啊 去三个月啊 对不对 长了三个月了啊 你要买早就该买了 你看旺宏 对老家就开始说了 我在讲的时候都没人理我 后面是什么噴出去了 那长高要逢高卖 要逢高卖 记忆体股不要再堆啊 你看这次记忆体 我最早就是 我最早就讲记忆体的啊 我最早讲的啊 吃果皮都大气了 那我们不好他们都买嘛 所以比较之下我是压旺宏 有我的道理的 对不对 那旺宏两个波段60% 两个波段60%贪掉 两个波段60%赚到了 给他了啦 进淡季之后 要再来个大波段不容易了 等后一边啦 会进你要会出 出了之后钱收回来 再来做后一支股票 你看威刚也是啊 威刚 61买 62.5又加嘛 一个礼拜时间而已 一礼拜时间而已 你看吃败 一礼拜时间而已 穿得19% 两胸大没掉 虽然我卖掉之后没下来啦 没关系啦 我们钱贪到了嘛 两礼拜贪19%也可以啊 我没去队贯 你们知道我的过程 我不会去追高 再找底部的股票 再来就好了嘛 过来就好了嘛 所以记忆体股 我不建议大家再追高了哦 现在记忆体的热度还很强啦 大家都还在谈记忆体 外资把南亚科花到100块 100块不一定会来啦 你现在再去买是冤大头了 对 你要买底部刚起涨的 你看今天面板股又继续涨 今天面板股又继续涨 友达群创 对不对 群创有达涨5% 群创最多涨到7% 我面板股 也是领先市场买的啊 我也是领先市场买的啊 9.3 9.4 宅给19号就开始买了 对 10月19号就开始买了 10块钱又加码 两个礼拜时间而已 群创就大赚了47% 是不是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让法人来帮你抬轿 你不要去帮主力抬轿 那是最强 要做乔乔人 聪明人才会赚大钱 当苦力赚小钱 辛苦钱 群创可以再去啦 前两天有达群创跌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会再去 不可能整理三个月 就这样子昙花一现 不可能的事情 这里面重点还是群创 重点还是群创 指标有点高了 所以不坚持对外 都要再来购 都要再来购 群创几块钱可以买 你想做 你跟我一起做 这后边还有的啦 这还有啦 那面板股跟记忆体股 记忆体股不要堆啊 你知道今天市场资金 高价股 平概股开始接手了 今天虽然指数小涨29点 高价股跟平概股 已经开始接手了 对我昨天望宏金元店卖掉 钱开始收回来 转进新的标的 对买茂林 1212110 茂林我们以前做了一副 礼拜一的时候 趁压回又落后 所以你要去 接龙底部刚起涨的 你看外师这次做账 我第一档喊的就是日月光嘛 他说一句话说日月光啊 日月光起来 大家来 日月光长到这里来 我也不建议大家追啦 已经40%啊 日月光11月营收会创历史新高哦 12跟1月也会创历史新高 8月8号会来啦 你如果手中有的破的 不然不要再买了 我们都贪40%啊 你还要买也没买啊对不对 要找底部的股票再来买 这两天所有营收报告会出炉 11月营收重头戏 平概股 因为苹果这一次不管手机或笔电都发表得很慢 所以业绩全部delay 业绩全部delay之后 在11月跟12月会大放益彩 那平概股这一波也是涨最少的 所以在11月营收的发布之下 平概股要注意哦 尤其上个礼拜 苹果已经调高iPhone12的销售量了 而且苹果笔电大热卖 你看平概股的部分 已经发布营收的 红海 茂林 真鼎 普瑞 包含新普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那创今年新高的 玉金光 国具 华星科 瑞宜 稳貌 红杰科 全新 这两天是否加股票开始了 是不是开始在动了 尤其苹果笔电的部分 苹果笔电的部分 一发表完之后 在日本马上进排行榜 成为日本销售第二大厂 华硕爱注意哦 华硕在日本的销售 大暴涨1.7倍 所以这些股票 要数据好 要加上什么 要加上股价在底部的 股价在高档 那很费空间了 甚至会变成利多出镜 所以你要买底部的 现在已经说数据要发布 你不要去买管的哦 不要去买那夹质肉的哦 你看今天 就跌停了 就跌停了 业绩也没有多好 然后只是靠炒作而已 业绩也没多好 靠炒作而已 我不建议这种动作 前两天涨停很多人讲 间谍停也没人会说了啦 股票市场你想要长长久久 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尤其底部的集邮股 刚刚跟大家讲过 平概股 十月营收 创新高的 会开始接手 你看一下股票里面 红海 十月营收历史新高 是不是开始叮当啊 外资已经喊到 一百 应化一百块啊 但红海有点大股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 喜欢稳的人红海可以 那我觉得爆发力更强的 真顶不错 还没去 只是在外资作战上面 它会比较吃力 因为外资持股不多 那搭配外资持股高的 业绩又好的 六一二一新普 十月营收历史新高 是不是开始叮当啊 二三二七 国具 五百 给你五百控制啊 我们对三百二十四块 我买完之后 我就一直划五百 我划五百四 这两天外资 在国具营收发布完之后 也跟着调高目标价 十月营收 二十六个月新高 目标价五百三五百四 五百三五百四也不贵啦 你知道春天制作所跟太阳佑店 已经涨到相当于 国具多少了 已经涨到相当于国具 六百六十元了 今天还在涨 今天还在涨 所以国具一点都不稀奇 当然国具去那家来 我也不会建议你再去追高 今天国具一涨之后 整个被动元件族群 全都大了 所以今天一定会很多人去讲 华星科 讲心情 讲信仓电 说那么多要做什么 一支就够了 你如果真的看得准 不用去撒网嘛 一支大白衣抓起来就好了嘛 多一支 我只压国具而已 因为你买那么多 让你的资金打散掉 没意义嘛 一档最好的 最赚钱的压下去就好了嘛 你看一档国具 三百六十四块 抹完之后开始一直讲 叫你要铺 我一开始抹就看五百了 我就说五百四了 五百四的来位 我想不用我再多说了 大家应该也认同了 现在被动元件很强 铺就好了啦 不要再贵管啦 要买的买的第一步 刚才开始起来的 你看茂林 我茂林第一波的时候 第一波 118卖掉 我说如果第三支脚 一个底 两个底 三个底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 还不回来 买完之后 马上营收就发布了 茂林的营收 创历史新高 比去年成长 一百四十% 为什么 苹果笔电大乐卖 所以苹果笔电大乐卖 茂林是最大受贿者 键盘的 那茂林以他的一个数据 三支咖 你看最近大拌 11个12个 起到这样 都没起 而且今年赚一个股本 成长五倍啊 成长四倍啊 成长四倍都没起 这后边百里站起来就冲啊 冲啊 另外一张 6176 瑞宜 我们前两天 115 114 一直在买 给你冲啊 百里口啊 瑞宜三个月 底打出来啊 是不是又是底部的市场股 我都买这种的啊 瑞宜外资 法人持股也高达59% 法人持股也高达59% 昨天发布月营收 数字也很强 瑞宜11月的营收 22个月的新高 比去年成长21% 是不是又是一档底部的市场股 而且今年获利11块12块 不用去买的投机股啦 投机股迷人 可是很危险 股票市场你想要长长久久 养成好公司买底部 这才是尝试久安之计 股神巴菲特也是来做的啊 人家用这样的方法已经变成 全世界股票市场赚最多的首富 你想成为股神巴菲特 台湾版 你要学习人家的方法嘛 不要去迷恋投机股 我从来不讲投机股 我也不会带会员做投机股 你认同我这种讲法 认同我这种做法的 来切我 我们到底来做 你看今天全新 8086红杰科 3105文帽 都大戏了 这三戏的重点在这戏 我给你讲文帽 三年里面 你会看到一股贪到30块 今年文帽赚17块钱对不对 在台湾投资850亿 未来三年产能会大增2倍出来 你想今年的产能 它一股就能够赚17块钱 后面三年产能再开出2倍出来 一股贪到30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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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贪不到在那300多块 所以文帽 孤孤短短短 会越走越高 三年里面 你贪到600块700块 看你信不信 你如果相信的话 文帽 后来我们继续做 我自己股票来来回回 一直在做在那 虽然说短线爆发力不是那么强 可是孤孤短短短 孤短短短的股票 所以你要做产业的龙头 你要做产业的龙头股 3227元相 今天也大涨了 要再上当了 你看地板这么大 挖起来208没一边 我礼拜一的时候 196、197又开始买 今天206了 元相 营收已经连续4个月创历史新高了 连续4个月创历史新高 连续4个月 连续4个月创历史新高 而且感测元件缺货 感测元件缺货 报价会调涨 要再上了 原相要再上了 这是属于范连电集团最赚钱的公司 3406的郁金光 11月的营收也很强 郁金光11月的营收 比去年成长52% 比去年成长52% 这次苹果手机镜头用1200万画数 对玉金光 对玉金光 喊到780了 玉金光这两天 指标已经开始收敛了 一天要开始走 我从Dable就开始说了 我500几个月就开始买了 你有兴趣的 下来要记得买 你看11月营收 又创新高 比去年成长52% 这次苹果手机镜头用1200万画数 对玉金光是大补完 对玉金光是大补完 刚刚我们看到华硕 对不对 刚刚看到华硕 华硕笔电在日本大热卖 暴增1.7倍 所以我跟大家讲华硕 前三季贷两块 你看前三季赚22元以上的 股价要么千元 不然也六七百 只有华硕 第九名跟200几块而已 所以我跟大家讲了好几天 台湾第一品牌 台湾第一品牌华硕 股价不会这么低 股价绝对不会这么低 华硕开始上当了 今天已经225了 是不是又是三个月的打底 开始要动了 我们244块开始买了 开始冲了 华硕的 买了多少 有400吗 我们等着看 我们等着看 很多赚钱的机会 你不要一直去追高 错失掉就可惜了 你可以跟上我外资作帐50机枪 我来带你布局 后边去50%的行情 这个礼拜六 我有一场讲座 在台北 演讲主题 因为来不及打图卡 我先用嘴巴跟大家讲 礼拜六下午台北场的讲座 讲座主题 全新的底部起涨股 全新的底部起涨股 而且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讲的股票 都是预计到年底 要帮大家再拼一个30%的行情 今年还要拼30%的行情 都整个基 对现在今年会超30% 欢迎大家进来预约报名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